用兵之药必先查敌情 长盛之家必先吸敌情 知己知彼方能制定出用兵之道 日军之所以不敢盲目地 对我第六区发动进攻 就是想查我敌情 叙事而待发 那么我就利用这一短暂的间隙 来诉证队伍 张主任 诉证队伍需要真空干部 中共方面现在怎么说 我今天就是为这事而来的 刚才一说到敌情就给插回去了 共产党组织部部长要来败回你 时间和地点由司令决定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来 坐 这样 明天上午九点在城外何华庭 请转告共产党的代表 合作的条件他们可以随便提 但是我的条件 他们也必须别答应 我跟共产党合作 不要枪 不要炮 我只希望他们能往辽城 派一些懂政治 懂鼓动宣传的正空干部 而且是多多益善 自令 您真是求献若可 毛泽东先生说得对啊 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 不在于武器 而在于人 所以嘛 我才管他要人呢 自令 可他们都在担心 一旦共产党发展壮大 有朝一日取而代之 您就不担心吗 你小子别来考验我 谁能跟我抢饭碗 那就说明他逼我有治国安保的策略 我范中香的饭碗 随便抢 卖报 卖报 中央日报 科大新闻 韩副局 擅自放弃济南 已被处决 卖报 卖报 中央日报 科大新 给我来一份 给 谢谢啊 卖报 卖报 中央日报 这 蒋总裁处决了韩主席 这 是啊 没想到 蒋总裁如此严厉 也不知道 蒋总裁会派谁来接替韩主席的位置 听上边有一个透出风声 很有可能是盛宏利 但也不知道他和范主席有没有关系 谁 申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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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这个人 当过张作霖的海军司令 青岛市长 很会经营 他可不会像韩主席那样 将就范主仙的 韩副局 你 不许 不许 你 把他给处死了 我知道您跟韩复局之间的恩怨 可这韩大典胆子也太大了 没有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他就敢擅自一枪不放 撤出济南城 那照你的意思 他应该与济南共存盟了 树莉啊 你很年轻 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 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 你所知道的 看到的韩复局 绝非正式的韩复局 我知道您跟他有一点交情 可是当年中原大战 要不是他和石友三背叛冯玉祥 中国的格局很难断定 你懂个屁 中原大战他是谁打谁要 还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吗 可现在他不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哪 主动撤出济南 那就是逃跑 蒋总裁把他处死 我觉得他罪有应得 当初他点令我难撤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想他 后来 后来我觉得 想方肯定有他的苦衷 他有什么苦衷呢 他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势力 你说的这句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济南的北面是黄河 在很多人的眼里 黄河是济南的天然屏障 然而在韩复局和他的将士 以及几十万济南民众的眼里 也是他们命丧黄泉的最大隐患 黄河是什么河 那是地上河 作为带兵的统帅 作战的时候 势必要对天时地利和人和 都要去了解 树莉啊 你还年轻 对人对事都不要随波逐流 更不能妄下评论 你懂吗 嗯 向方啊向方啊 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啊 死了还要留下一个妈咪 大战在一起 杀你权威尽有 但愿你死得直 没呆 verso 长生 董事长 此位 Tal长 这位就是共产党省委组织部部长 姚宇光文宠 伍临 老师 没想到吧 司令选的这个地方好啊 令人心旷神怡 狭想万千 其实范某早有预感 姚老弟绝非等前之位 只是早就应该敞开心扉了 能够选择在这个地方相见 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老弟了解 请 请 司令 再哪见不重要 坦诚相见最重要 我期待坦诚相敬的这一天很久了 我知道司令对于与我党的合作 一直有所顾忌 是 是有所顾忌 但也无所顾忌 我很想听一点 我与贵党合作 可以说无所顾忌 那是因为国共两党 毕竟已经签署了双十二的条约 足以可以冠冕堂皇地打出 联合抗日的旗号 非常时期 家人不合 如何余地啊 而我为何又无所顾忌 那是因为国共两党这么多年来 毕竟机缘太深了 况且我身边又有党棍 军统和中统 甚至有日本人的特务 我只是希望我们国共两党 能够摩擦少一些 合作多一些 这样抗日大业 才有希望 司令所言即是 您坦诚相见 我也直言不讳 大敌当前 确实有那么一些人 打着国共合作的招牌 为了党国利益 致民族利益而不顾 遏制我党我军的发展 甚至作为一级 进行排斥 我们党中央 为司令抗令拒绝难撤 通电全国誓死抗地的一举所感动 而我本人在您身边这么长时间 更是为您的所言所行所感动 因此 今天我特意前来 代表我们党中央向您保证 我党与范司令的合作 目的只有一个 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条件 那看来我这个老头子 没有你们共产党人 这么狂轰大量啊 我首先向跪倒提示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司令 无论是作为共产党的代表 还是作为姚玉光本人 我都想对您说 今后的日子让我们不离不弃 生死于公 不离不弃 生死于公 司令 看见你这屋的灯还亮着 我就过来了 这么晚了 还不休息 延安那边有消息吗 刚到的消息 中共中央选派的优秀正宫干部 正在延安集合 用不了几天就能到达了场 张翰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我既然宣布了政治部和司令部评级 那么政治部下面就可以设科处 各团可以设立政治部 司令 您是在考虑 如何安置新来的正宫干部吧 是啊 这个问题没想清楚 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呢 我首先想让民众和官兵都明白 为谁打仗这个问题 把郑勋处改为政治部 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向贵党要了这么多的正宫干部 我也是认为在这方面 贵党做的比国民党要强 怎么了 张翰 我决定明天授予你烧将军线 政治部的副主任由你亲自来选 让我来选 对 让你来选 只要对大营这场战争有利 能够让民众尽快地团结起来 一致抗战 你们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尝试 有事我来担着 但是张翰 我这可不是抬举你了 我是给了你更大的责任 你明白吗 明白 张翰一定不会辜负司令的击方 这不明白的欺负人了吗 司令老糊涂了 张翰有什么功劳 还 还受他一少将军线 陈部长 您原本是他们六区的二伙人 您看他现前弄来弄去的 到了他骑到您头上来 你给我闭嘴 你以为范柱现在老糊涂了 啊 告诉你 他明白得很 他现在搞这一套 明里说是为了宣传鼓动民众抗战的需要 实际上 就是在学共产党的治军 这 那他这是要投靠共产党啊 我们直接上神府上报 不行 我们直接向代局长上报 上报上报 你就知道上报 我们向谁报告 蒋总裁处决了韩副局 省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 上次汇报的情况 有回心吗 那 那咱俩就这么眼诚睁地看着他范柱仙 治挡我的眼不顾 现在还不能清楚我呢 查清楚最近来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是 我就不信 没机会 后背后背 四凉 您得多注意休息了 您这后背硬得跟快石板似的 坤鹏啊 这你就不懂了 这后背只有绷紧了 我心里才能送哪儿 子凌 树梨这孩子今天找过我 说他们的抗日青年挺进大队 最近参加的人特别多 他把他们分成了三个分队 按照您的训事 上午学习下午练兵 这帮学生可都是宝贝疙瘩呀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调遣 好 当然了 这些学生可以归你们政治部啊 统一管理 好 来 这是 郁光写的 鲁西北抗日司令部 关于 统战 武装 政权方面的 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高屋见领啊 我看了以后深受感触 来 坐 好 好 郁光怀揣大志 有治国安邦之才 我决定啊 接受他的建议 成立军政干肖 对 这样的话 可以就 曲线政权的巩固和支持抗战 起到很大的作用 同时对于培训公职人员 也有很大的作用 郁光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成立军政干肖 我想让他来担任校长 同时授予他少将军衔 你觉得怎么样 我有什么意见呀 要不然 我不成了极限独能的小人了 你是没有意见的 可有人会不高兴啊 有人会极限独能 但是不管他了 乱世出英雄嘛 唯有乱世 方能显英雄本色 对了 郁光啊 还提出了 要成立抗战日报的兵机部 同时可以把宣传舆论工作 给他搞上去 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 延安选到聊成的人员名段 延明 是大教育家 吴北江的弟子 正是 真是 踏破铁鞋无秘处啊 我建议 可以请这个延明 来担任抗战日报社的社长 兼主编 好 我马上就办 两件事情 一定要抓紧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向我汇报 请司令放心 我走了 好 生主席 身主席 您周车劳顿刚刚上任 本不该打扰 可是六区几点 无妨无妨 我上任就是为了党国服务的吧 我可不是的韩副局 罢了罢了 此人已故 六区成立军政干校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在鲁西北成立抗日根据地 这也是好事啊 是是 可是有情报显示 六区涌进了大批的共党 属下是怕 怕 怕六区的共产党闹翻天 不怕 你看 尾座刚刚发来加奖令 称他为党国的功臣 民族的英雄 这个时候你让我去诋毁他 知道后果吗 为了配合总裁 我也要加奖他 奖励他打烊五千 轿车一辆 眼下我正准备往六区派特派员 你看谁代表我去何事 主席 属下愿亲赴六区代表主席 向范主仙颁发总裁的加奖令 你去也可以 但要多说些鼓励的话 我要以总裁的嘉奖为契机 激发广大将士 抗热情 扩大战果 向你刚才的情绪可不宜表露 是 属下明白 报道 进来 鲁锡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校副校长姚玉光 向司令员报道 姚校长 姚将军 你这说话跟炸弹似的 真够红亮的 是 司令 我这嗓子要是能当炮弹用 我天天上小鬼子阵地上叫唤钱 我看来是没有看错人的 说话呢真是滴水不漏 姚校长 司令 作为鲁锡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校的副校长 我今天是特地前来请司令员去军政干校 给大伙做训事的 怎么副校长了嘛 你的命令是我亲自签署的 你要当副校长 那谁是校长 难道你要举贤吗 没错 裕光今天就是要举贤 有气度 那你告诉我 你举贤的这个人是谁 裕光要推荐的人马 就是司令员 开玩笑 都说你们共产党人谦虚谦逊 那是好的 但是别给我戴高帽子 我哪当得了这个校长呢 当得了 司令 您是北洋讲武学堂炮兵科毕业 您当不了这个校长谁还能当啊 司令 您就别推辞了 今天是军政干校开学典礼 全体师生都在期待范校长您 能去给大家做训事了 开学典礼我肯定是要去的 但是这个校长你可是答应过我 不能推辞啊 好 余光 你同事还是政治部的副主任 在工作上你要协助好长汉 同事把这个军政干校的校长 把它做好 兄弟 你身上的担子更重 拜托了 余光全力以赴 请司令放心 你一会儿进去以后 就数一下今天来的几个同学 都统计一下 范树萍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应该在天津吗 你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 你是跟延安那批人一起来的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对了 今天军政干校开学 我正要过去呢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听说今天范司令要发表讲话 他讲话有什么新鲜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不知道吗 范司令拒绝难撤 誓死抗日 他可是了不起的抗日英雄 看来你还挺崇敬他的嘛 那是自然了 像他这样的英雄 难道不知道我们好好学习吗 学习 我每天都在学习 我每天都在学习 你每天都在学习 开学点点要开始了 对了 对了 树萍 台上哪个是范司令啊 没看见他人呢 我大家看来 对了 郁光 大家都到齐了 总司令怎么还没来 来了 在下边坐着呢 那呢 死活不肯上台啊 同学们 我的本意是想请范自令 担任我们军政干校的校长 可是我们的司令啊 一再推死 现在我们的司令到现场了 我们请司令上台 给大家做训事好不好 好 诸位 诸位 范某戎马半生 不懂教育 而姚玉光先生呢 曾经就读于北大 后来做过中学校长 再后来留学东营 回国以后 在北市大任教授 深谈教育之道 你让范某领兵打仗些 对于教育来说 我可以说是一窍不透 所以军政干校 理应由姚玉光先生来负责 那么今天的开学典礼呢 也应该由姚玉光先生来致辞 但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就不宣秘多主了 那好 那我们大家就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姚校长给大家讲话 同学们 建立鲁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 军政干校 是我们司令的用途 只在统一抗日革命纲里 统一抗日思想 统一抗日步调 我们置身敌后 淑平 我一直在想范司令 是个怎样的人 今天一见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那你还崇敬他吗 崇敬 当然崇敬了 而且比以前更加崇敬 你想不想认识他 好 走 加强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 走啊 这儿我们的军政干校 司令你好 好好好 好 在加强部队军官 你好啊 和广大精英的教育当中 怎么着淑平 有什么事吗 他就是想认识一下你 正在开会呢 开完会以后再说 好 韩日的人 赶出我们的火土 这一点 才是我们军政干校成立的首要务 也是范司令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 小兄弟 加把油啊 辛苦啊 麻烦点啊 辛苦辛苦辛苦 这么去早一点把这批军装赶出来 送到军需处 小老板 你也不容易啊 能把这被俘场办得是有声有色啊 范司令 你把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我啊 我岂敢怠慢 你这军装做得不错 这些棉被也一定要足金足两啊 司令放心 这里外三层全是新的 足金足两 将士们在前线卖命 我得让他们穿着舒服 司令你说是吧 那倒是 你们看看呢 怎么样 司令 这下咱们以后 再也不用去求盛弘历了 盛弘历自打总马上任以后 那好话说了不少 可就是不干实在事 报告打了好几次 这军需就是下不来啊 最近不是扩招吗 军装倒是成了急需品了 咱们只能四处调集布料 抓紧时间赶制 咱总不能让战士们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去上战场 司令 是呀 要我说呀 您就不应该收编那帮土匪 你看看他们一个一个的 哪有个当兵的样子 再好的军服穿到他们身上 都想抢来的 我说旺参盟长 咱不能用牢阳光去看待他们 人总是会变的嘛 只要他抗日 那就是咱们的好兄弟 就是我范竹仙的兵 是 是 小老板 再次感谢啊 应该的 司令 张主任 司令 我刚从学校那边过来 您让请的查全师傅 已经到了 他们人呢 这不 让树瓶树梨拉走了 已经练上了 这帮学生们哪 抗日的积极性真是挺高啊 走 看看去 好 走 好 好 赶快 可以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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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伍四里 伍四里 报告 万司令好 有劳沙师傅了 请 请 诸位师傅 有劳了 好 同学们 茶犬 在唐朝的安史治乱 就在我们辽城的灌县史创了 历朝历代 都为平乱抗敌 立下过汉马功劳 今天我们请来了 灌县茶犬的传人沙师傅 来教授茶犬 教你们搏击的套路 为的就是抗战杀敌 抗战杀敌 保家卫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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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战杀敌 你们能做得到吗 能 好 那我就等着你们 炼出本领 上阵杀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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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找回头 这位先生 不像是本地人 想必是大城市来的贵客 老板 你眼神真好 看二位眉间的喜色 应该是久别重逢吧 你还会看相呢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不是饭店的迎胜做久了 见识多点而已 现在兵黄马乱的 猪汤远门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 现在大半个人 都快被日本人给占了 就咱这个地儿 还算是中国人的 行 二位慢吃 有什么叫我 怎么了你 人家老板只是想 跟我们两位贵客 滔滔见乎嘛 现在这个世道 小心点总是好的 不过 当年你的救命之恩 我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 今儿个 又让你破费了 真不好意思 那你说吧 说一千遍 一万遍 我都听着 我 我 我 你怎么了你啊 你们南开中学 当时上街游行 向市政风请愿 那都是不要命的主啊 警察要逮你们 你不还冲在最前面吗 见了我你就不会说话了 说不说话 我这不是没想到 能在这儿见到你吗 这这 这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吗 吃饭吧 吃饭不要心理准备 我我我自己 来 不不 我我我我自己来擦 我我自己能擦 我自己擦这个 我自己擦 擦个手还不好意思啊 这这手绢被我弄脏了 要不这我回去洗干净了 再还给你 我送给你的 你保存好 好 保存好 当初我把你送进医院以后 你后来从医院跑哪儿去了 当初啊 大夫 救命啊大夫 好 娘 你可来了 淑萍 是谁住院了 是我同学 贺方受伤了 严重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那就好 我看你们不是一般的同学吧 娘 人家是为了民众请愿才受伤的 而且爹不是总教导我们 说是要饥饿洋事吗 好 娘相信 我女儿看上的小伙子 肯定错不了 我哪有看上 刚才是你的同伙过来看你的吧 我哪有什么同伙呀 我就一个人 你撒谎 刚才明明就有人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现在满大街都贴着你的通缉令 说你是共产党 那范小姐 你觉得我相公才当吗 我觉得你挺像的 我不管 反正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回头我让我爹把你保护起来 你在这边先住几天 然后就带你回家养伤 看谁敢去我家抓你 范小姐 跟你聊了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令尊是干什么的呢 我爹呢 是个教书先生 人送雅浩 竹仙 吃饭吧 你喝点水吧 舒平同学 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和近日来的照顾 请原谅不辞而别 但我相信 有缘还会相会 何方 终于应验了你的 有缘待相会 是 是有缘在相会 不过是在抗日民族大业的基础上 我没有在相会了 给我 你还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当初要不辞而别呢 当年你不是跟我说 满大街贴的都是抓我的通缉令吗 组织上考虑我的安全 于是紧急把我撤离了 因为走得太匆忙 所以没来得及跟你告别 后来组织把我派到了延安 这不又从延安把我派到了辽城 来了辽城 我要见到了你 还知道原来你是范思琳的女儿 万硕平同志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辞而别 你自己呢 当年还欺骗我说 你父亲是个教书先生 我哪有骗你啊 我爹他以前就是教书的 你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一个关于你的秘密了 你认真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的秘密 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 你是不是共产党 那你先告诉我 你爹真的欢迎共产党了 小滑桃 你才是个小滑桃 你还没告诉我 我那秘密是什么呀 我就不告诉你 我弟弟是你的长官 范树黎是你弟弟 对啊 范树平范树黎 我真笨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就是笨 说真的 说真的 你给我弟弟当副大队长 是不是有点屈才啊 不不不不 我从延安来前线啊 就是来学习的 就是来学习的 谦虚过度就是骄傲了 我把我弟哥交给你了 你好好待他 是 是 请树平同志放心 报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好 大当家的 好票吗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悠着点 大当家的 有好消息 有屁快放 这回真的是好消息 有关那范胡子的 范胡子 你听我跟你说啊 范胡子的军服厂 新做出来一批军装 听说 这两天就准备运走了 好啊 这两天 到底是哪天 俺还不知道呢 俺这不是急着回来 来给您报信吧 继续去探啊 哎 我再打探啊 我这下回来 我现在还是不担心的 我都担心的 什么 我灶灵 贺福队长 我可听说 咱们这第一批军长赶制出来了 对呀 这新衣服有没有我们的份啊 对呀 是啊 有没有我们的份啊 有没有 你看我这军长最优待 要不贺福队长带我们去趟备服场呗 对呀 我们去趟备服场呗 好 走 同学们 等一等 去之前啊 大家要去跟我保证 到了备服场 能帮忙的 咱们要帮忙 但是 一定不能捣乱 大家能不能答应 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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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去 小梁啊 把那套军服也穿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该换套新的了 走 走